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来自于大陆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问 就是生 韩国也有高丽生 那为什么原始点 他是用大陆 因为这个也是要谈 差不多十年前 我刚好去大陆讲学 那也去把生搞清楚 其实大陆的生 我那时候去东北的时候 也有跟一些当地的 甚至种植的乐者 甚至一些官员 他们也让我们充分了解 也就是他们说 当时我去所得到的资料 他们说他们也有有机生 有机的 那约站差不多 这样经过就是认证的 应该起码也有百分之二十 起码 那还有一些 虽然没有认证 但品质也很好的 也有一些 那当然市面上 他们也不排除 有一些生 他们加了糖 那整个资料就变差了 也有少数这样 那所以 就像我们江 也有用荣耀的 也有用怎么样 那最后我这几年来的经验就是 最好就是有机 那有机是怎么样 以欧美认证为主 我当时候就设定 因为欧美认证有机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现在基金会拿的 这个也是欧美认证 现在美国还有在台湾的 只要是原始点认可的推广点 就是用台湾有一个代理商 叫做造成 造成这一家公司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 所以直接去找 这代理商就可以 那至于大陆方面 可以直接去问 各个推广点就可以了 那大陆呢 这一家 我也是找了好几家 也有人说 其他家也有说他们是有机生 那最后这一家是因为他有 销到欧美地区去 然后也取得 欧美有机生的认证 那我就很放心了 所以我的来源 就是大陆用的生 红生也是有机的 那也是经过欧美认证 那这样就比较特观了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 如果要跟基金会找 也是一样 如果能够找到生 红生那是有机生的时候 尽量以有机认证通过的 为准则 那这样判断就不会有错 红生如果用这么好 他有没有负作用 当然没有啊 红生怎么会有负作用 而且会不会影响发应 红生怎么会影响发应 红生是温补的 像中医很多都会用红生啊 你看补中益气汤啊 中药啊 补中益气汤啊 四菌子汤啊 食权大补啊 这些都会用到红生的 你看这些温补药 都可以用 那表示是可以长期服用啊 没有问题 只有说品质不好 那品质 我又没有看过不好 也有 有一些就是加了太多糖 那加了糖 那个有时候连身心 都有一点弹性 那患者这样可以 把身保存比较久 甚至 重量也会比较重 然后反正你喝起来 就是有一点甜甜的 那那个就整个的药性就被破坏了 这个才需要注意